大家好,我們今天會繼續玩R Factor 我們今天就不玩飄移了,我們玩一些日本的山路 我今天開的車是Toyota AE86 TRD 改裝的 你看到它也是一本很有名的車手叫做陶屋街市駕駛的 你看到我這裡有很多選擇可以改裝的車 我選擇不改,因為車已經很漂亮 我們今天玩這條賽道就是日本一條很有名的山路 雖然這架A不來在浪場,但馬力也不算太大 所以這條賽道也很穩定 不好意思,你的畫質不太好 因為我用Band EQ 這個軟件也不太好 我也在找其他軟件看看哪一個 因為我用手機,所以車也不太穩定 走直線也不太穩定 如果我有一個泰本的話就應該會比較高 希望過彎更順利 看到這條山路其實很窄 過彎也有點難 因為我用手機,很容易抄斜或者出軸 這條賽道其實我是第二次駕駛 所以不是幾熟成山路 你看到很多地方,小踩,譬如我都踩過 所以車不是開得多快 如果你一炒就上不回來 要重新玩過,所以我會比較小心 那這條路其實我是最喜歡的 你拿著右門過也可以 之後這條S型的路,我常常抄斜 因的,所以感覺也很難 這對我來說,可以踩上很大 這對阿虛也一定有一個 這對阿虛也有一個 這段路我覺得是最難的 為什麼每次全身都遇到你白色的地方 每次都要站著你 這段路是很難過的,而且不能太快 這裡踩著就不夠了 踩著就不夠了 這車很不穩定 很慘 我們今天就玩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拜拜